原标题 朱元璋还特意写了一篇记文 镇方从军 几被他人所害 为王能活往 至有今日 尽平天下 家国已成 再生之恩 终是难忘 可在现实中 朱元璋却恩将仇报 将获子星的子孙斩尽杀绝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众所周知 朱元璋出身贫寒 一度被迫在黄绝寺出家 后来才投奔郭子星 走上返原的道路 郭子星不仅对朱元璋有救命之恩 还大力提拔他 甚至将两女马士 嫁给朱元璋 我们甚至可以说 没有郭子星 就没有后来的明太祖 对于这一点 朱元璋也不否认 他在洪武十六年 再次表达了岳父的感激之情 即今大统既定 四海一家 推本寻缘 石油渝王 元剑险号 敌永永穴时 盖飞 黄无以辟 万世之夜 朱元璋话说得很漂亮 但事情办的 却是另一番景象 郭子星有三个儿子 长子前战死 四天婿 天爵 郭子星死后 小明王韩灵儿 颁不执意 由郭天婿任都元帅 张天又为右副元帅 苏元璋在军中排在第三 担任左副元帅 但实际上官位和实力并不对等 苏元璋掌握军中三分之二的兵力 虽然名义上是孤家军 实际上已经是朱家军 苏元璋要想完全控制这支部队 必须除掉郭天婿 张天又 为此 他采用了借刀杀人的方式 陈也先是吉庆地区的民兵元帅 一直为元朝效力 后来被迫归降朱元璋 1355年9月 郭天旭 张天又率军攻打吉庆 陈也先临阵叛变 用鸿门宴的方式 将郭天旭 张天又请杀 没过多久 陈也先也莫名其妙地就死了 而朱元璋则趁机将所有军队 完全纳入自己的麾下 朱家军改其意志 成为名 夫妻时的朱家军 但是别忘了 郭子兴还有一个儿子 即三子郭天爵 朱元璋占领南京后 小明王再度发布旨意 加封朱元璋为江南等处行中书圣平章 而郭天爵为幼城 理论上郭天爵的官位 仅次于朱元璋 一山南荣二五 一云岂能有两主 1358年 浙江战场上捷报频传 朱元璋决定南下 临行前 朱元璋担心郭天爵意图不轨 于是以谋判的罪名将其处死 其实郭天爵死得很冤枉 他虽然贵为幼城 地位仅次于朱元璋 但一直处于有职无权的境地 难免会发发牢骚 天爵失之愿望 结果被朱元璋发现 于是被其利用 借口郭天爵要谋反 将其处死 随着郭天爵被杀 郭子兴彻底决死 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正是朱元璋 郭子兴是朱元璋的人生的贵人 救命恩人 但是在权力面前 明太祖必须抛弃个人情感 才能在激烈的斗争中脱颖而出 这就是权力的游戏 参考资料 明太祖文集 除阳王庙碑 明太祖实录 明史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